美丽的杨子在T Magazine时装秀上大放异彩,肖战主演的神雕大侠或荣誉奖。 在由华生传媒T杂志在北京举办的时光的痕迹活动中,杨子以他迷人的美丽出现。 杨子不仅展现了自己梦幻般的美丽,还通过精美时尚的服装征服了所有人。 杨子在红毯上穿着一件优雅而华丽的长礼服,散发着光芒。 这件礼服采用柔软的丝绸材质设计,紧贴着他纤细的腰部,然后轻柔地蔓延到腰部以下。 礼服的颜色也是一个特别的亮点,鲜艳的红色与突出的花叶图案相结合,为这位美丽的女演员创造了一个女性化和迷人的外观。 杨子不仅在服装上下了功夫,还注重每个妆容和配饰的细节。 她选择了柔和的肤色调整妆容,结合自然的粉底,凸显出她光滑的白皙肌肤。 她的嘴唇涂抹着橘红色的唇膏,为妆容增添了明亮的亮点。 为了完善造型,杨子选择了一个小巧的手带,与服装和一双纤细的高跟鞋完美搭配,营造出一个全面且优雅的美丽形象。 杨子不仅仅通过外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,她还在红毯采访中分享了关于活动和自己的感受。 她表现得非常开心和自豪能够参加这个活动,并对T杂志表示感谢,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绝佳的艺术交流平台,让明星和艺术爱好者可以互相交流,分享和了解时尚和文化。 杨子在时光的痕迹活动中的出现为T杂志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,并吸引了公众的关注。 她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,还展示了自己作为时尚偶像的时尚品位和自信能力。 肖战主演的《神雕大侠》获荣誉奖。 肖陈凭借在电影《神雕大侠》中出色的扮演主角获得了荣誉奖,并有望在2023年进行重要的放映安排。 肖陈在电影《神雕大侠》中担任主要角色,荣获了《花楼》奖的荣誉奖项,并有望在2023年进行重要的放映安排。 该部电影吸引了广大关注,正成为娱乐圈的热门话题,阅读量迅速增长,预计将超过一亿次。 肖陈以出色的演技和才华而为人所知,她赢得了观众和公众的喜爱和信任。 凭借着她的巨大影响力,她经常出现在热搜榜上,并因其坚强的个性吸引了人们的关注。 人们对肖陈寄予厚望并祝福她,她的演艺事业正在顺利发展。 这是她值得自豪的成就,也证明了她的实力。 《神雕大侠》有着巨大的潜力,在2023年有望取得优异的成绩。 肖陈是娱乐界备受瞩目的一位杰出人才,她通过电影《神雕大侠》展现了自己的演技。 在观众的成功和支持下,肖陈正步入事业发展的充满希望的阶段。 让我们继续关注并支持她未来的项目。